发声的纠纷 柯文哲聪不聪明 聪明11月要黄国昌入党的时候 就知道他有可能发声纠纷 那条就要挡住黄国昌 不管党内怎么样 没错 不能过问 而且要听柯文哲的话 要跟柯主席的指示 我没看我有这种合约的 这叫卖生气 这哪叫合约 这叫黄国昌 为了一席立委 把自己人格卖掉的卖生气 柯文哲也蛮厉害的 想出这一招 柯文哲虽然一团烂仗 但是他在党内已经布好局 他在党内下了一手好局 所以这样看起来 黄珊珊看起来是 柯文哲还是会保他 就是说黄珊珊对照李文中 宁可牺牲李文中 也要保黄珊珊吗 这个议刑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吗 他当然是因为 他自己的权力的自保 如果黄珊珊倒了 接下来黄国昌在党内 没有人可以制衡 最危险的不是黄珊珊 最危险的是黄国昌 而且黄珊珊 未来在台北市政府的五大案里面 有多少是经过黄珊珊的手 市北科他就是主管的副市长 假设黄珊珊在政治上倒掉了 那下一个 他如果被北检调去查的时候 他会不会把责任也推给 柯文哲学彭正珊说 这个叫做市长的行政裁量权 这样柯文哲在政治上面 在司法上面全部倒了 所以他不可能去处理黄珊珊 因为黄珊珊跟李文中 是他两道的所谓的防火墙 这两道防火墙一倒 柯文哲就跟着一起倒 好 洁明哥我们看到 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说 果然党内有几根支柱 是不能倒的 黄珊珊 李文中 当然这件事我们说两件事 第一个蔡壁如完败 蔡壁如在最近的声音是非常大的 其中又讨伐了李文中 开玩笑 李文中跟柯文哲的关系 你在市府你没听说吗 人家都给担任北捷的董事长了 你觉得他们关系不好 高中同学你挑战他 有没有搞错 接着你挑战黄珊珊 仕途以前在市府里面的恩怨 现在继续演下去 这样柯文哲不完这一招 柯文哲早就定掉了 蔡壁如要黄珊珊负全责 柯文哲说 先稳正脚再就责 先稳正脚什么 现在不就演这部戏吗 就先稳正脚 所以蔡壁如你别乱了 最好闭嘴 因为现在看起来用不到你 但是我们继续来看 其实你觉得黄珊珊 难道没有有备而来吗 他这一次当然要给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中评会面子 所以开中评会的时候 他一定要先道歉 好 而且这道歉对象 没有完全没有理蔡壁如 所说的每一件事 通通没有讲 他就说一句话说 我深自反省配合调查 这看起来是官话 没有没有没有 重点这个地方 他说希望司法厘清责任 好 早日真相大白 意思说这是司法问题 你们没有人给我们知罪 目前为止请问一下 司法有调查黄珊珊吗 没有 而且你说李文中有问题吗 李文中是无宝请回 那你说这两个人有问题吗 司法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演这一出戏要不要紧下去 当然要演 这部戏还是要演 所以这时候派出一个人 叫陈志涵 所以陈志涵当然一定要在媒体上面 我觉得好奇民众党遇到这么大的一个 几乎是灭党之乱 可是你会发现到这些人 还是继续上媒体发表看法 那到底在发表看法到底有什么意义 柯文哲一说一句话 我跟蔡壁如没有联系 再说一遍 柯文哲讲说我跟蔡壁如没有联系 意思是什么 蔡壁如现在放的话跟我柯文哲无关 但是你觉得陈志涵跟柯文哲没有联系吗 你觉得可能吗 陈志涵不就带陈北齐去喝咖啡了 所以一定有联系 那问题是陈志涵也攻李文中 陈志涵也跟黄珊珊对不起两个不太一样 他们的重点是什么 在攻李文中跟黄珊珊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阿北是无辜的 但是我们对于可能有这个问题的人 我们还是一遇攻击 但是没有说到要他们驱除党职 现在对柯文哲而言 我请问一下 他现在最急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 有没有把他的老婆陈贝吉 赶快引到民众党 蔡壁如你还是留下茶宽 我不急的把你引进来 所以先稳住吹飞气 是现在柯文哲第一要做的事情 第二届是绝对不能让黄国昌做大 这一定是很重要 你看 有记者就问黄国昌 因为我知道最近他常嘟嘴 嘟嘴也是想笑不能笑 只要嘟嘴 就问黄国昌 听说小草变小葱了 那你有什么看法 黄国昌一听到这句话 马上顾左右而言 他不要见缝插针 那我请问一下 就目前的声量而言 难道没有看出来 黄国昌的声量 已经超过柯文哲了吗 小草已经变小葱 这是必然事 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 我认为 很希望民众党继续维持下去的 这些小草 他宁愿变小葱 也不希望民众党消失掉 所以黄国昌才是目前为止 隐藏版的大佬 那回来一件事情 你觉得现在柯文哲 有打算要把所有的 这些民众党交给黄国昌 不要紧 黄国昌是带枪投告 黄珊珊可是在台北市 帮很多的忙的人 所以一比对起来 也明显的 黄珊还是比较亲近 亲近于柯文哲 当然他们两个关系 只好你可想而知 从柯文哲当市长 黄珊珊当议员的时候 双方关系就已经是非常好了 那更不用说 后来很多的事情 都要靠黄珊珊来处理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蔡壁如你由压错表 把我们以为蔡壁如 这一次可以顺势到党中央 结果被打了这一枪 我觉得蔡壁如可能要思考 如何再去闭嘴 对 这个美美姐 我们看到蔡壁如虽然说 最近包括昨天也都是上媒体 他就说 他是被民众党边缘的人 近期也不适合回民众党 如果柯选总统时 他能全程压阵 他就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只是说媒体去问柯文哲 柯文哲说 都没有跟他联络过 看起来蔡壁如会继续的悲情 没办法回民众党楼 我觉得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黄珊珊跟李文宗 是两个他惹不起的人 因为太知根知底了 黄珊珊就刚刚讲了 是北科 黄珊珊精手的 里面有多少猫腻 他知不知道 他被柯文哲赏识 一路以来这样重用 尤其当创党的时候 他那个力量之大 党内有支持他 有反对他 可是他为了黄珊珊 他把蔡壁如 拔掉办公室主任位置 让他去当立委 后来又让他发配到边疆去 所以对蔡壁如来讲 这很恨 但是没办法 因为知道更多的是黄珊珊 讲白了黄珊珊政治实力 远大于蔡壁如 我跟你讲 柯文哲吃定一点 蔡壁如不会背叛他了 黄珊珊她律师 她也没跟柯文哲 有那么深厚的革命感情 可黄珊珊可能知道太多底细了 万一来个鱼死网破怎么办 万一黄珊珊变成第二个端木症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立场 不可能让黄珊珊 让他跑到外面去 还是要在民众党内 不然怎么办 如果我跟你鱼死网破 他出去风险太高 太高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真的把他除名了 他没有立委可以当 那黄珊珊为了自保 要不要给你拼了 有可能又反目成仇了 有可能反目成仇嘛 端木正当初 当初对他走中心 后来呢 李文忠同样的道理嘛 李文忠是柯文哲 50年的交情 财务长 各位 你不要以为他无保请回就没事 彭正森当初是怎样 证人啊 高兴的出来啊 被告喔 被告啊 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所以现在没事不代表之后没事 当然不代表之后没事 有没有可能放个耳出去 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东西捞回来 所以李文忠当然 他也不能惹 也惹不起 因为李文忠跟他50年交情 财务长知道太多太多东西了 所以蔡宾有在那儿 负负负负 一方面解心投资恨 因为唐竹跟黄珊珊就严重不合 可是我必须要讲 民众党内部现在是非常纷乱 但是我认为柯文哲在这边 会拼命要力保黄珊珊 但这里面已经乱成一团 因为这里面有黄珊珊派 有柯妈妈派 当然有柯文哲本尊派 然后呢 现在还有什么 还有黄国昌派 陈婉慧出来哭诉 陈婉慧不就是黄国昌的人吗 好 那在这里面大家看说 那黄国昌可不可能来登大卫 他心头确实最近非常暗爽 但是呢很抱歉就是被这个 益善已经破了局了 签了合约了 签了合约了 否则黄国昌本来的策略是什么 各位还记得当初朱元璋打天下 他是怎样你知道吗 他是这个高竹强 广基良缓春王 所以高竹强把自己这样撇得干干净净的 哎呀你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把自己保持清白自身 那广基良就是你们最好一直讨论 一直讨论一直烧 烧到阿北没有办法 大家都顶不住了黄国昌就慢慢的 自然就黄袍加深 因为党内已经有开始有呼唤他的声音了 但是不要忘记黄国昌 但是签了这个合约才发现 想太多了 而且说真的想太多了 而且第二大家会想到 黄国昌的别号叫做小党官登人 大家看到潜力 第三黄国昌就算称王了 也不要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 前民众党的新竹市党部主委 林冠年去昨天在脸书爆料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认识了有个人 就是说呢 经营了五年的这个粉砖 结果到最后呢